而至于拜登的妻子 69岁的吉尔是拜登的最佳队友 平常形式相当低调 但是性格独立又强悍 曾经挺身对抗闹场的民众 同时他一路念到了博士 投身教职超过30年 他受访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了 就算进了白宫 当第一夫人都不想要放弃教书 而结婚40多年 夫妻两个人的兴趣相投 都非常喜欢狗 他们养了两只德国牧羊犬 也将成为白宫第一犬 拜登夫妻党抗力情深的模样 令外界称现 从曾经的第二夫人 即将变身第一夫人 即而拜登可不像外表看来那样 弱不禁风 拜登今年出造势场合 遇上反对者突然闹场 即而一秒跳出来保护老公 伸手矫健 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 你必须保护那些你爱的 对吗 我 wonder if Melania会做同样的事 拜登第一段婚姻中 妻子和女儿因车祸死亡 留下两名年幼的儿子 拜登再婚后 吉儿虽是继母身份 但和两个男孩相处融洽 后来也生下女儿艾西利 吉儿不只是成功男人 背后默默付出的女人 自己的成就也很高 被学生昵称B博士的吉儿 投身教职超过三十年 也是美国史上第一位 保留个人正职工作的第二夫人 和她是闺蜜的前第一夫人 蜜雪儿都对吉儿的工作热忱 相当敬佩 69岁的吉儿年轻时相当貌美 曾当过模特儿 日外运动的她 即使年近七十 仍维持几乎零坠肉的身材 43年婚姻生活 吉儿是拜登最佳队友 夫妻俩也有相同嗜好 都很喜欢狗 拜登家养了两只德国牧羊犬 Major和Champ 将跟着进入白宫 历任美国总统 几乎都有养狗的传统 而对狗没有好感的川普 是白宫数十年来 第一位不养狗的美国总统 随着白宫主任换人当 睽違四年 又将迎来白宫第一狗 也让不少爱狗人士相当开心 东森新闻 黄身博克亚涵 综合报导